选择大约弩命 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 一个小故事分享给大家 就在我昨天一位深圳的朋友说在 华江北已经混不下去了 这个消息我看到了真的非常的很惊讶 我眼里真的是非常牛逼的一个人 深圳1000多万的房子随便买啊 加上他是一个本科出身的 我记得在爱一年二二年的时候 他 他身价就1000万的那一种了 他在韩国也有开公司 他最早做的手机有3ts二代 那个时候我在他那里拿货的时候 他是很高调的人 说话也是非常的牛逼 然后这几年我们也没有联系 当他联系我的时候呢 说他经营不下去了 因为之前我们经常在一起 风酒啊 他说他经营了一个 这个某东的店 爱手的 然后他最主要是做一些方心回族的 你也知道方心的在某东上面 如果你不好好经营的话 他们有间链的 也就说在某东下面卖爱手 抓到方心的话 发现一台花两万 那很多人会问了 他为什么会 知道你是方心的 因为他对部的人员 就是说做一个间谍 到你们间里面买几台手机回来 他们亲自去检测的 懂我的意思吗 也就说 你如果卖方心的 就是某东后面的内部人员到你们这边买了一台水平 发现是方心的话 每一台手机 花两万块钱 这个事情呢 他没有少华 所以说你们也不要迷恋某种的手机都是连装正品的 这个的话同行的人最清楚啊 他已经做不下去了 说 做了这么多年 投资这家店他的朋友有伙伙 发了500多万 如今呢 他贵了上400万吧 接着你也知道 在这两年的行情不好的情况下 他投资了一些黄厂 也贵了好多钱 最早的爱年 他在深圳南山那边买了一千多万的黄子 托了个手铺 然后到艾斯年的时候 四百多万的黄子掉的也没有了 总的来说 他这一上一下的话 亏了两三千万 说实话吧 他真的很迷茫 虽然说开的是豪车 然后呢 住的也是大别墅 但是呢 他很彷徨 说要不要离开深圳 离开一个地方 另外去创业 其实我听到这句话非常的感慨 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曾经 上千万的大老板 如今也是很渺茫 没有方向 我觉得 做人啊 选择大约楼呀 我还有一个故事告诉大家 也就是说 我有位朋友在一年一二年的时候 刚开始打进来到华江北 当时呢 华江北的生意真的是很好做的 他当时做的是多普达HTC 还有摩托多拉的三星索外的这些机型 他其实没有赚多少钱 他一天也就卖个五六台手机 当时他有一个想法 他都每天去华江北拿货 每天接个几台单 他就说 能不能在华江北周边买一个房子 我当时是在深圳服用的每天集公交的 他就在附近买了一个陈充正的房子 又买了一套六七十平方的房子吧 我记得他在爱一年底的时候 把这套房子卖掉了 当时就回老家了 他说 哎呀 深圳待不下去了 爱一年 你也知道是深圳房价高涨的时候 他那套房子吃了一千多万 他投资只发了差不多两百万 兄弟 包括装修啊 爱一年的时候 那套房子差不多值了两千万 我得骂人 这就是人生啊 他现在回老家 在县城里面买了个一百七八十平方的房子 然后呢 做一点小生意 日子过得 滋滋润润润的 然后多余的钱 放在银行里吃利息都够了吧 是不是 人到底是 凭运气串钱还是靠实力赚钱吗 像我这种早早的来了华江北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 说实话 低调一点哈 也没赚了什么钱 如今的团队的话 也就是不痛不痒 一天也就是卖个几次台 生活很渺茫 日子就这样够 兄弟们 你们说这两个故事的话 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 这里是埃及地啊 如果想了解华江北更多的创业行情的一个经历啊 你们也可以写在平均中 我们不想探导探导 拜拜